大家好,欢迎走进海绝美食 今天做了好吃的薄皮馅饼 看一下 要多柔软有多柔软 做法超简单 首先我们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3克的盐 增加面粉的筋性 搅拌均匀 用200克的温水来裹面 边倒边搅拌 水要分少量多次 加入面粉中 搅成这种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面絮揉成团以后 给它放在鞍板上 然后再给它多揉一揉 把面团揉匀 面团的表面揉至光滑细腻的状态 然后搓成长条状 切分成等份的小鸡子 大点小点都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再把一份面鸡子 给它揉得更加均匀 揉成小圆球 制作好的面剂子 我们放在抹了油的坨盘里 在面鸡的表面也稍微给它淋点油 然后给它表面盖上保鲜袋 饧面一个小时 面在饧着的时间 我们来调一下馅料 准备好的猪肉馅肥瘦相间 加入13香 松鲜鲜 蚝油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盐 生抽 再少放一点点酱 来上一点水 搅拌均匀 搅匀 搅匀以后再给它来两勺料油 接下来把切好的韭菜也放进来 再次给它拌匀即可 取出形成好的面剂子 直接给它压扁 放好馅料以后 我们把压好的另一张皮放上来 边缘处稍微给它捏紧 然后给它提起来 提起以后 我们再次给它把边缘压紧一些 防止漏馅 一圈都压好以后 我们沿着边缘 一边转动 一边给它撑拉一下 让这个馅均匀 稍微撑的大一些了 放在手心上 另一只手从周围 慢慢的给它撑开 注意不要撑破了 撑成一桩圆形的大饼 我们随做随烙 这样就可以了 锅提前预热 少刷一点油 撑好的大饼放上来 因为这饼皮特别的柔软 如果变形了 就稍微给它整理一下 全程开中大火烙饼 饼的表面也少淋点油 烙这饼的表面 要透出韭菜的脆绿色了 这时候就可以翻面了 因为这个饼皮特别的薄 里面馅链也容易手扣 记住全程中大火烙饼 看一下 另一边也变色了 两边都成这样的金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一张饼也出锅了 家人们看一下 300克的面粉 我做了7张饼 每张饼都透明 特别的柔软 如果您喜欢吃虾饼 不会做的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哟 海军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